尖密十五根神秘的光管 柱狀的龜綠色外觀 這是培養管 裡頭充滿水生植物中的微小藻類 東海大學把四點三公頃土地 拿來打造碳中和園區 光是一顆的微藻 可以吸收兩顆的二氧化碳 還能排出氧氣 吸碳效率比起陸地植物高出二十倍 如何利用微藻達到循環經濟 首先透過曬乾後的棗泥或是棗水 餵魚吃 而魚的排泄物供給小蝦使用 淨化過後的水 再拿來種植水耕蔬菜 種出的水耕蔬菜 還能透過AI辨識 火焰蝸具 綠橡木蝸具 還不可收成 監測出的結果秀在螢幕上 一秒辨識蔬菜可採收了沒 AI技術同樣能監測魚類生長 魚菜共生東海大學建置的 碳中和基地 除了證明微掃減碳的功能外 也結合魚菜共生循環體系 想證明吸碳神器 也能有商用價值 三天新聞 林瑋芝 SV小組台中報導 大面積採收 仔細看 進行採收的範圍 就在一根又一根的桶狀柱子上 另一頭還有農夫謹慎 取下田羅曼的幼苗 依序植入圓柱的缺口當中 這是時下跳脫傳統植栽的水耕法 眼前的水耕柱 直接取代泥巴農田 變成耕植作物的位置 不止生菜還有這一種排白色水耕柱表面布滿綠葉其中的紅點靠近一看就是受到民眾青睞的水果草莓更有這一朵一朵的玫瑰花也透過水耕柱培育 被種植順利綻放 水耕住作物一旦收成後大多被飯店或銷售通路鎖定價格相對優勢 過去泥巴地的農田菜園接地氣的耕作策略 換個方式 透過水耕也能成為開心農場 三零七五零一隻 SNG小組 臺中採訪不到